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出访北京 在星期四抵达后访问四天 和上个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中一样 美国财政部官员降低外界 对叶伦访中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期待 叶伦在星期一先和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会谈 双方进行坦率而有成效的讨论 目前美中关系复杂而混乱 一方面在晶片出口管制上 互相寄出措施打击对方 当然这是让关系更糟 叶伦出访前中国宣布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8月1号开始对半导体电动车的材料 加焊者金属实施出口管制的限制 那么加焊者都有替代品 这样的出口管制对全球供应链影响有限 北京要表达的是他们有还击能力 那么另一方面美中都展现出希望找出方法 让彼此至少继续对话 有试图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 美国财政部和白宫国安会 释出的讯息也有微妙的差异 国安会对中国态度是鹰派的 而财政部在最近几个月 试图释出对中国比较正面的表态 当然别忘了还有美国企业界也和中国接触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关系是复杂而混乱 有一点很清楚的是跟其他政府部门一样 美国财政部希望找到可以建立合作基础的 比较具体的小步骤 再从这些小步骤扩大到更广泛的合作 或者说至少降低紧张气氛 那么美中议题一层一层堆叠 当然叶伦的部分比较没有那么直接和台湾有关 不过之后还有商务部长雷蒙多也要访问北京 半导体议题当然少不了 然后是粘体APEC 美国总统拜登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有没有可能直接面对面 TVBS新闻倪家辉美国华服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欢迎订阅 支持管辆夫